我现在是关心什么的 你说刚才那女孩 新闻上我们看图片能看出来 她是脚外面看骨大包 对吧 我现在想这骨头也没变化 不还一样呢 这包从哪儿骨出来的 是这个关节骨大包啊 是这个骨头大了 还是这个骨头歪了 对 是骨头是这样歪了 还是这骨头就变大了 还是哪呀 怎么的呢 我怎么没看出来 就怎么比别人多了一块呢 对 就像多了一块骨头一样 对 对呀 我没找到多哪呢 那你没找到就对了 那你没学乙吗 要不找我 你要都会了就不用了 我来了 对吧 它这个呢主要是一个母爱翻呢 实际上它骨头呢 没多多少 主要是一个错位 你看我们现在要想脚呢 维持这个位置 必须这个脚呢 是肌腱来维持的 这个母爱翻的时候呢 这个呢就分开了 就你看我这么使劲转 它就往外来了 往外来了以后 这地方呢出个包 就是骨子增生 骨子增生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呢 它就会出现母囊盐 刺激这骨头错位了以后 刺激周围的这个圆组织 就会出现盐这儿 就会出现母囊盐 出现母囊盐 骨头错位了 外头又又肿了 所以说呢显着 这就是像个大包似的 还有极端呢 像个均匀的眼睛 眼泡似的 你说呢非常非常不好看 我们必须通过手术 来矫正它 让它回来的 这些正常的位置 所以说呢 每个人呢都不一样 它呢治疗方法非常非常多 手术呢有上十种 上百种 手术方式啊 对啊 这些呢需要我们 到专业的 足踝外科的医生 来给你进行解决 方法非常非常多 是个个性化的 千万不能说到 我的骨头 有包就去掉包就完了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去治疗 手术治疗 那老师您说这个女性 患这个母外翻的 几率会大一点 那男性就特别低吗 像铁峰哥这样 有没有这种风险呢 这个机会了吗 你们不用再说我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是从脚疼开始说起的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脚疼 这件事 而且不管是男人也好 还是女人也好 不管是遗传因素也好 还是这个穿高尾鞋的 外部条件也好 不管什么呀 我们都应该重视脚疼问题 不论男女老少 那么我们现在 就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没有 确诊的那些脚疼 是不是母外翻引起的呢 对吧 母外翻 是不是女人专属的疾病呢 这些事我们都可以 通过一些测试 来进行判断 实际上呢 第一个测试已经完事了 咱们已经测试完事了 这还怎么 对吧 好